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198集 现在是下午1点18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昨天美股收盘 道琼涨162点 NASDA涨161点 目前台股跌18点 美股急止有回挡 小跌一些 看看NASDA的线图 是不是很漂亮 这看起来就是要形成黄金交叉 昨天特斯拉收盘涨降近10% 看来特斯拉又回省了 特斯拉这只股票很有趣 一下子利空消息出来 一下子又利多消息出来 有人说这只很有潜力 有人对这只不看好 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 特斯拉车子出车祸的新无 越来越多 今天又有一件 明星开特斯拉车子出车祸的新无 这是不是表示 开特斯拉车子的人越来越多了 听说有开过特斯拉车子的人 就回不去了 目前只有特斯拉比重最高的 就是这只安联AI人工智慧 特斯拉占它十大持股里面的第一名 目前持股比重6%多 这只之前也跌蛮重的 不过现在已经有涨一些上来了 最近美股科技基金 大部分都有反弹十几%以上 反弹最多的是这只 摩根斯丹利美国增长基金 它从低点上来已经涨了25% 在大跌的时候 如果你敢进场 其实胜算是蛮大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